电子和非电子出口双双下滑 加上碰上了制造业的下跌周期 我国第二季的非石油国内出口 延续第一季的萎缩势头 同比下跌了13.4% 非电子出口在第二季下跌10.7% 已是连续第三个季度萎缩 但跌幅同第一季的13.6%相比已缩小 第二季表现最差的是石化产品和专用机械等 电子出口则因为对集成电路 个人电脑和零部件的需求减弱 在第二季萎缩22% 尽管这比第一季的萎缩25%来得小 但已是连续四个季度下跌 分析师指出 由于全球电子业陷入下滑周期 对半导体的需求因而放缓 非石油国内出口也连续三个季度 出现了双位数的跌幅 下滑了13.4% 在十大主要出口市场方面 除了美国和欧盟 我国到其他市场的出口都下跌 贸易表现比预期差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收紧了全年的 非石油国内出口预期 2023年我国非石油国内出口 预计将萎缩9%到10% 未经议已经是被预期了